事件发生以来,美方欲言又止,遮遮掩掩的态度,不能不让国际社会心生疑虑。 关于这个事件,三个问题必须讲清楚。 一是,美方潜艇的航行意图究竟是什么? 二是,事发具体地点究竟在哪里? 三是,究竟有没有造成河泄漏和海洋环境污染? 中方认为,此次事故的根源在于美军舰艇在亚太地区大范围高频度的抵禁侦察、干扰挑衅、炫武试强等军事活动, 在于美大搞南海军事化和航行霸权。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活动,不要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